我們眼下的細紋 你可以把鼻子立體以後 眼下細紋就會減少 主要如果你把鼻子變大 相對臉就變小 臉就變小 OK 好 所以今天詹老師帶這個圖 這個鼻型算是好的鼻型 這個鼻型算是女孩子的話 比較屬於逆來順受 鼻頭有肉 鼻孔不愛肉 這個鼻子就像是你的鼻子一樣 其實你的鼻子就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嫁的老公又好 錢財只進不出 而且做事小心翼翼 這個鼻就當作模特兒鼻了 我們三個都沒有你鼻子好 為了下一次通告我要講這個 真的喔 開玩笑 沒問題 再接下來五次 謝謝 恭喜 所以但是這個圖 它的鼻樑不算高耶 應該講說男生鼻樑挺直是好 女孩子不能太塌 適度的調整其實是加分的 但不能有個結 女孩子鼻子有個結的話 還是要幫他去骨磨皮做一個處理 你是不是說中間有一個結 對 不要凹凸不平 不要凹凸不平 不要一個結 尤其是不要有駝鼻的現象 不要駝鼻 那嚴重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是鼻子走三十到四十歲的孕 如果你現在正好三十歲出頭 這個一定要千萬的顧好 三根固然重要 鼻子上面的印堂 印堂代表本命功 它才是真正的大名堂 所以這個地方不能有紋路 不要有橫紋 直紋 縱紋 都是一個命運坎坷 事事不順 多潑折的 然後為什麼要這裡要飽滿 這邊代表長輩員 很多人問老師我發什麼財 耳朵像我這麼漂亮的話 叫做福德財 財華財 所以邊看房子邊算命能賺錢 田庭飽滿的代表長輩財 飽滿之後就是靠老師 長官 發財 這種叫做麻痺型的 要抱著老闆大腿不放 可以當廖北亞賺大錢 這樣清楚了 眉毛長的代表業務能力很強 這樣一呼擺諾 左呼又硬 最有人當業務最好 所以一真業務能力 把它眉毛畫長一點 這裡一定要讓它飽滿 畫長一點 那需要粗嗎 你說得好 女孩子要完美 男孩子要直的 千萬不要向上 好像要燙打的 怎麼 妳懂 這樣感覺比較燙 醫生 怎麼可以嗎 比較嚴肅 嚴肅 我們以前不要紋成這樣 一定要注意 以前的開刀 假設你條件不好 你可能做的這個材料 你做的這個材料不適應 你可能要換材料 所以現在的話 比較幸福的是不用開刀 而盡量以所謂的 微創整形的方式來改變 對 是 好 那鼻子說完了呢 我們來看看哪一個部位 也是開域很重要的部位呢 就是太陽穴 太陽穴 我們之前好像也有提到太陽穴 講到說太陽穴跟運勢的關係是什麼 太陽穴這邊屬於我們所說的 顏尾 這叫夫妻運 這個眉尾叫日月角 太陽穴這個地方 如果能夠飽滿的話 代表夫妻私和的危機減低 這樣子喔 然後父母的緣分會更好 出外遷移 出外運 遊學 投資 讀書 經商 因為這邊的飽滿 沒有傷痕 沒有皺紋的話 會使自己在外地的緣分 夫妻的緣分 長輩緣分 會如日中天一般的 無法想像 通常40歲以後 女孩子的膠原蛋白會流失 對 所以說夫妻的和諧是在於 女孩子可能吃虧 因為你太陽穴這個凹的話 你看起來就是被人家 感覺比較狹隘 壓迫 比較壓迫的感覺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只要太陽穴 你要凹的時候 圓尾 眉尾會下垂 是 然後你自然感覺是單寶 所以夫妻宮這個位置 就是夫妻園 在香港的話就成為夫妻園 造成如果你這個地方凹 相對的顴骨就會變凸 圓尾 眉尾就自然沒有支撐的力量 就往下垂 所以你就比較會有月紋 圓尾下垂 上寬 就是說這個地方會變成說 額頭地方這個地方是飽滿 但是這個地方凹 所以就變窄了 太陽穴就變窄了 看起來就是比較可惜的 是 所以其實一般基本上 我們這邊應該是年輕的時候 還算是飽滿的對不對 對 它會隨著年齡 膠原的移位 40歲左右會膠原流失 而且這個膠原移位的時候 它主要是往我們的顴骨凸 所以說女孩子到後來 40歲以後都會顴骨凸凸 會感覺比較兇 其實是那個肉的轉移 因為你不是韓國人 你不是大兵臉 你只是肉的轉移 詹老師 你看一個人的面相的時候 你也會注意到他的太陽穴 統統都要注意到 而且尤其先盼到他幾歲 然後看他的工作 以及婚姻狀況好話以後 腹 長肉 拳 長骨 骨頭包括鼻骨 眉骨跟牙齒 都跟運勢息息相關 太陽穴這邊代表一個 如果這個人是時常在 做國際貿易 旅行業 或在外地移民 或夫妻有危機的時候 這個地方一定要飽滿 不要有太多的皺紋或受傷 那麼會增加他們的夫妻的錢 那如果他本來就受傷了 該怎麼辦 你說我嗎 我這裡你看 這個疤 是 好大一個 要是沒有這個疤 這個瑕不遠意 通常在額頭地方的 一點點的痕跡 那是感覺上是輸給眼神太多 為什麼 只要是你眼神好 你就不怕那個一點點的小疤 對 因為我們這種修面 修面補心的那個面 主要我們臉部的兩大重點 第一個是眼神 第二個是嘴型 是 那麼詹老師 他就好在這個眼神 很內斂 眼睛大又內斂 嘴型的話 那個嘴型就是 看起來就是快樂臉 快樂臉 所以院長跟曾老師 你們兩個可以開始合作了 這叫做我們看久了以後 就知道說 這個人看起來順 比較順的機會 看起來順眼 是 而且他相對可能是愛情 家庭 或者說連他的朋友 都會比較 接受度會比較高 很重要 很重要 對 好 所以剛才 我們就提到說 太陽穴的這個部分 其實跟你的這個 夫妻運很有關係 還有剛才詹老師講的 跟你的做海外貿易 真的 這個也很重要 為什麼特別指海外貿易 外地財 外地財 其實錢財分為 長輩財 朋友財 夫妻財跟外地財 我們都是離鄉背景的 在外工作打拚 讀書 考試 做事業 這個不飽滿的話 錢財不容易 就是要有貴人來幫忙 對 甚至於遠嫁到他鄉 嫁好先生也是靠這個 OK 詹老師你看看 我也沒有辦法 到對岸去賺點 應該可以 因為你要幫我出書可以 真的 好像貴人在這裡 OK 好 所以如果說 我們真的是因為年齡到了 我們膠原移位了 或者是天生的 太陽穴這部分就比較不飽滿 現在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呢 你把它填補以後 但是填補以前是用開刀的 以前是用開刀 以前開刀填什麼 現在的話是用填什麼 是用微創整形的方式 就是指 你可能用的是水凝膠 你可能用玻尿酸 用膠原蛋白 最主要是 你填補以後是直接的拉提 而且又填補又是拉提 所以現在不用開刀 就是說你用矽膠去填的時候 矽膠填它可能會硬化 對 就是以前是用矽膠 其實它是不OK的對不對 矽膠是合理的 就是它那個材料是合理的 硬硬的材料 但是現在比較進步了 這十幾年來 已經被所謂的玻尿酸 膠原蛋白 尤其像現在的材料 可以達到五年到十年的材料 慢慢的改變過了 所以說Tenting如果不夠飽滿 你整個氣氛比較low 比較down 那你把Tenting 尤其把太陽系的地方 稍微把它填補起來 非常好 相對的你會變好 所以一般的民眾聽的是說 我很想去嘗試 可是又擔心痛跟安全的問題 那這部分 這個地方目前的改良是這樣的 第一個有可以用生理時間水 做測試 就是說你到底要做多少 對你是拉體的效果 用生理時間水做測試 那生理時間水大概十五分鐘 那半個小時就吸收了 那第二個情形是 可以用安全裝置來確定 不會打到太陽穴的血管 太陽穴的血管特別多 所以說你打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回抽的裝置 那回抽的裝置 我們來確定一下好了 回抽的裝置就是 不好意思 給你做實驗一下 老師借我一下好了 老師的手就可以了 手臂借我一下 來 那這樣 你幫我手扶著 謝謝你 打進去的時候 我們回抽再回抽 來回 沒有血就可以了 對 一定不能夠有血出來 很正確 就是說你確定 沒有血液肥瘤以後 我們才打開 打進去 打開 打進去 這個好科學 所以確保百分之百的 這個不會打到血管 這才是重要的 好 所以這個是太陽穴的部分 那往下走就是下巴了 剛才這個詹音老師有說 晚年是不是 走人中嘴巴下巴 對 所以這個地方會好好照顧 如果你上面的臉 上面的臉跟下面的臉的交接 能夠在滑煉穴的地方 做好一點填補的話 整個臉就連貫起來了 所以厚道一般來講 以前可能用開刀的方式 然後作推銷 這是 現在 ��